可能了解或接触过日本文化的人都知道,在日本的社会环境中,细节文化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一点,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也是因为过于礼貌和生活压力所致。 于是乎在日本各种出租行业相近而生,有人出租好看衣物,有人出租自己的房子,还有人出租妈妈。 出租妈妈这个行业在最近引起大火的热议。 很多中国网友表示,这不就是和我们中国的保姆一样吗? 为什么日本会那么热销? 出租妈妈的功能 出租妈妈在日本,并不只是中国的保姆这么简单。 他们在通过一系列的教育和培训之后,才能拥有自己的从业资格。 而除了打扫卫生,洗衣做饭,在家中照顾孩子的工作之外,他们还兼认了一个家庭树洞的功能。 每天都要倾听家庭各位成员的苦恼,并且鼓励他们。 出租妈妈的收入 和国内一样。 出租妈妈的收入,是由公时和公众决定的。 他们通常都有一个中介。 通过中介来派单。 每个人每天最少都有上万日元的收入,约700元RMB。 一个出租妈妈,可以和多个孩子签下妻子协定。 所以,出租妈妈的收入,比正常工作人员还要高。 出租妈妈的热销,和中国教育方式不同,社会压力大小不同。 在中国可能会有老人帮忙带孩子。 但是在日本,因为父母忙着赚钱,而老人常常独自与人生活。 不会给儿女带孩子。 出租妈妈也就成为了市场上的一大需求。 热销的出租妈妈背后,隐藏住一大社会问题。 家庭中讲道理的次数大于沟通。 沟通才是人与人之间的最基本交流。 从沟通中才能得知双方的心理在想住什么。 更能理解对方的处境。 许多的家长在面对孩子教育的时候,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堆道理。 但是却从来没有从情感的角度上,去为自己孩子考虑一番。 甚至不给孩子解释的机会。 久而久之,自家的孩子变得孤僻,变得胆小懦弱,变得不敢尝试。 出租妈妈就不同。 他们站在打工者的立场。 用妈妈的口吻和孩子,进行心灵的交流。 孩子要的是苹果。 你给他们的是一车的香蕉。 最近火热地带着爸爸去留学中。 武丹丹是一位性格怪异的小孩。 总是在各种方面上作死。 而他所有的作死,只是因为他想要看看。 离婚后的父母和后妈,谁会关心他。 但是都没有。 只有黄小洞。 武爸爸能给的只有经济上和物质上的支援。 而不是武丹丹想要的关心。 武爸爸爱自己的女儿吗? 这是肯定的。 但他爱的表达方式出了问题。 武丹丹和黄小洞在被父亲强制分开后。 在车上也表示。 自己此刻是最幸福。 因为有两个人,因为他而铸鸡而奔波忙碌。 我听过很多的道理。 很多道理都来自于你。 但不适合我。 后会无期中的金句。 我听过很多道理。 但仍过不好这一生。 和电影中的人一样。 我们可能打小开始就停了无数的大道理。 但是全都来自自己的父母。 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父母在给孩子讲这些道理的时候。 是不是自己去实践过了呢? 道理是存在的。 存在就是合理的。 但这个道理可能不适合孩子。 或者说不适合现阶段的孩子。 道理是取决于事实和物质基础之上的它符合自然。 有随机性有偶然性。 对于孩子他也可以说。 我受够了你们的大道理。 这些道理根本就是适合我。 也许。 正是因为这样。 才让日本接受倾诉。 能倾听孩子每天上学和生活中。 烦恼的出租妈妈。 在日本的市场上成为最受欢迎的职业。 相关负责人表示。 被预定的出租妈妈。 很少会被退回。 更不会被拒绝。 对孩子来说。 在停了那么多大道理之后。 只想要一个拥抱或是理解。 而家长在说了那么多道理之后。 却依然还没有学会倾听。